大家好,欢迎又回到Zoey频道 YES! 然后呢,非常感谢前阵子这么多人突然爆追踪 跟来问个瞻 那我必须要说个瞻的话 现在要排是在1月31号之后了 到我开学2月15之前都还可以排 所以还有一些些名额 就看你们要不要 如果说真的要等有点久的话 好,那 那废话不多说我们赶快进来今天的主题 你们今天问了下一个交往的对象会是怎么样的 好,那一样我们开始之前先挡住 我们先来想一下这个问题 好,先冥想一下这个感觉 先想一下我下一个交往的对象会是怎么样的呢? 到底是长怎样?或是什么星座的? 好,你就想一下这个问题 好,一直重复想这个问题 想好之后再睁开眼睛 然后呢,来选牌 还没想好你可以按暂停 那我现在先开始让你们选 好,四副牌 牌组1 牌组2 牌组3 牌组4 好,那还没想好的人可以再想一下 然后我们现在先从牌组1开始咯 好,我们来看一下牌组1的人 你们下一个交往对象会是怎么样的? OK 好,你们下一个交往对象呢 比较偏愚人性质 怎么讲?你看这个是不是一个开始 所以代表有可能你们还没有见面 或者是根本没有认识 然后呢,是一个新认识的一个人 那这个人有可能是双子座 那也有可能你是双子座 然后就代表你听这一副占卜是对的了 好,比较准 那所以说你现在消亡的这个对象 他比较自由 喜欢到处旅行 喜欢到处看看 然后看不同的东西 然后不喜欢被拘束着 OK 好,再来看 好,The Chariot 我觉得你可能会觉得这个人很有人气 就是他是那一种很多人追他的那种类型 可是你可能会觉得他有点 怎么可能 他怎么会喜欢我 我怎么会跟他交往的这种感觉 好,我真的觉得他对 这个人应该是风向的星座 天平 然后那个什么 水平 跟那个双子 好,这三个 那 我觉得不管是哪一个啦 我觉得他这个人很聪明 很独断 而且他很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他说一就是一 他决定的就是决定的 而且他真的是 还蛮聪明的啦 所以为什么我刚刚说 这一副牌是双子 因为双子也是风向星座的啊 所以他们这种人呢 都比较喜欢 就是到处冒险 然后 不喜欢被拘束的 就有点像风一样 所以 好,来我们继续看 所以很有可能这个人是风向星座的 哎呦 而且呢 我来看一下 圣杯石 看这个 这张牌 有没有感觉 很舒服 就是有 有父母 有家庭 有小孩 所以 你这个对象 我不能跟你保证 你们会不会结婚啊 我只能说你们的感情会很融洽 会很舒服的在一起 好,然后彼此就是没有隔阂这样 还蛮好的啊 学到这副牌的 我觉得你们的交往的这个对象呢 可以带给你们很多幸福的感觉 好,我们来继续来看更深入 你们下一个交... 把你的意念传过来 传到这副牌 因为我现在在帮你们洗牌 你们就想一下 你们下面这个交往的这个对象呢 你们会怎么样见面呢 或者是对方有对你一个什么感受啊 或者是 你们会怎么样发展啊 好 好 好,那还没订阅我的频道 赶快订阅 然后呢 如果你想要各瞻的话 就要等到1月31之后 好不好 那我们来看看 选到牌组1的人 你们跟这个人会怎么见面呢 会有什么感情 发展 你不想看可以快转一点点的关系 因为我不喜欢剪片 我觉得剪片 剪片 剪片 我怕会剪掉一些 有用的东西 好,我们来看一下 你们的感情发展 首先第一张 哇靠 你看一模模一样样的牌 战车 战车牌 所以 战车牌 我真的觉得这个人可能真的是很有名气 很多人会喜欢他 或者是很多人在追求他 所以他其实不乏追求者 不乏追求者 好,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他会选择你 我觉得他要选择你的有一个原因 有可能是你在跟他认识之后 他其实本来是一个压力还蛮大的人 因为你知道像这种人 像这种人他很有名气 他很得名 所以很多人都会跟他讲一些 想要当他朋友 或者是觉得跟他相处起来很舒服 或者是拜托他帮忙的一些事情 所以他不知不觉就给自己压力很多 给自己很多压力 可是你不是给他压力的人 你反而是释放他的压力 让他很舒服 然后让他可以在你旁边 轻松做自己的那种人 对啊 要嘛他这个人 有可能又是火象星座 我说不一定 刚刚风象星座不一定是 有可能他是火象星座 那有可能你是火象星座 OK 所以你遇到他 那这样更准 OK 所以 我觉得很棒 你可以触发他的压力 可是要小心喔 因为如果说你是火象星座的人 你在听的话 我觉得你可能 间接还是会给他一些压力 因为你蛮 你蛮主权的 你有点自尊心有点高 所以要小心你会给他比较多压力 或者是怎么样 哎 我真的觉得这个人很屌 因为你看 钱币四 他是一个事业心蛮重的人 所以好像人际关系还不错 可是他有时候会觉得很烦 就是人际关系那么好啊 所以他想要疏远那些人 他想要有自己一个小空间 你知道吗 所以他其实占一个占有运蛮强的 而且事业心也很重 好我真的觉得你们还没有遇见 应该是还没有遇见 或者是 大部分的人应该是还没有遇见 可是有一些些人 可能已经遇见了 有可能 然后你们的遇见很奇怪 就是很突然的 有可能突然就正式还是怎么样的 我真的觉得你会帮助这个人 因为 你很像这个女神 然后他就很像这个狮子 你就是帮助他带领他逃出他的压力 逃出他的圈子 然后让他觉得你很舒服 让他想要跟你进一步交往的一个可能性 所以他现在其实他的生命当中啊 有一些小对象 也就是说一些对象想要追求他 因为你看这边有没有很多圣杯 圣杯死 所以他其实身边不乏追求者啦 只是为什么他要选你呢 当然就是不是因为你长得漂亮还是什么 这样的 应该是因为你可以束缚他的压力 然后呢 让他觉得很开心很自在 跟你在一起 我可以很轻松的做我的愚人 好 跟你在一起 我可以很轻松的做我自己想做的事 OK 好 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他跟你在一起很舒服 就是有一种 不用想那么多 然后也不用去关心 关心 关心你 反正你自 因为反而是你会关心他们 反而是你给他们力量 然后让他们的成长 所以这个人有可能是风向星座的人 或双子座 那或者是火象星座 那有可能你是火象星座 然后你的对象是风向星座 也有可能 好 那我们看一下天使牌想说什么呢 Forgive and Learning Oh wow 我跟你讲 这一张牌就是代表说 真的啊 你真的是在帮助他的啦 你帮助他走过他人生比较困难的时光 你不要看到Forgive and Learning 他这张牌 他这个人退下来祈求他 所以 这个人应该是他 然后你就是这个 在帮助他的人 OK 那我们来看 Finance and Career 好 这个人真的是 事业心比较重啦 所以他压力比较大 真的需要有人帮助他 然后他会觉得一直被你帮助 被你吸引 所以你们就会有一个attraction 会有一种吸引力在你们两个之间 然后你们应该会有 比较亲密的一个行为 比如说每天晚上讲电话 或者是聊聊天 Hard to hard conversation 所以你们可能会 常常聊天啊 常常交流啊 然后交换你彼此的心意啊 这样 渐渐的你就跟他越来越熟 然后越来越喜欢他这个人 他也越来越喜欢你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你们会有圣杯式 为什么你们会 有一个很好的未来的关系 的一个问题 OK 哇 OK 选到牌子五一的人 就大概就这样啊 很感谢你们的聆听 那如果还没订阅我的频道 帮我订阅一下 然后如果说你有想到 我知道了 留言给我 或者是我IG 可以去追踪我 然后如果想要各站的 1月31号之后咯 好不好 那谢谢你们这次的聆听 然后呢 很感谢你们抽到牌组一 牌组一的都还不错 真的还不错 好 我们来换下一个 换牌组二咯 好 选到牌组二的人 你们下一个对象 会是怎么样的呢 欸我觉得你们下一个对象啊 他们会很努力的想要追求你 很努力的想要把你赢过来 很想要你 want you 他们会很想要你在他们身边 ok 然后他应该也是一个工作狂 就是他很喜欢 譬如说我今天我喜欢塔龙 所以我一开始读塔龙 我就会读一整天 的那种感觉 就是很疯狂 他会很努力的做每件事情 你知道为什么他很努力的做每件事情 所以他压力也超大 ok 所以我觉得你们会相遇是因为 你突然的出现 然后帮他走出他的压力 因为我这边看到 你看这张牌 他躺在这里 他其实压力很大 所以他躺在这边 然后突然你的出现 温暖了他 照亮了他 曙光的出现 ok 所以他觉得你可以让他很自在的 去努力很多事情 然后很自在的 很自在的 你就想一下他的一颗救星啊 对 然后他会开始考虑 要不要跟你交往 要不要跟你有进一步的发展 因为其实他 就像我说的 他是个工作狂 所以他其实要进入一段感情 有一点困难度 对他来说反而是一个 在一个像绊脚石一样的存在 虽然说你是他的救星 可是感情 如果说他真的要接受 要交往的话 可能就是要让他再多付出一个 努力的一件事情 然后其实他会很累 他觉得很麻烦 好所以 我觉得你们的开始 会是比较有点慢 或者是 会慢慢寻寻渐进的 比较有接触 因为这个人你要给他一点时间 想要不要开始一段感情 因为他事情就很多了 他事情就已经工作狂了 然后又要再加上一个恋爱 这样他就要更忙 所以他要考虑你要不要 要不要把你当成一个恋人 他会考虑一阵子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这边前辟二是倒反的 然后权杖一也是倒反 就是他有点难以抉择 要不要进入你的状态 OK 好所以 这边看不出来是什么星座 好那就 我们先来看一下 选到牌组二的人 好帮我把你的意念 穿到我的洗牌 这个空间里面 好选到牌组二的人呢 你们这个对象 会跟你有什么样的一个 会跟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 然后呢 你们会怎么样的一个开始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 这个人是怎样的人 好那现在订阅 还没订阅我的频道 幹嘛订阅 然后如果现在你要个瞻的话 是免费 可是要等到1月31号之后了 好不好 好我们来看一下 选到牌组二的人 你跟这个对象 会有什么交往的空间 然后呢 会有什么发展 跟他是什么样的个性的一个人 他是什么样的对象 哇 OK 哇好多牌喔 而且有张好牌耶 我刚头瞄到了 来我们来看牵组牌 选到牌组二的人 选到牌组二的人 这个对象 好我们来看一下 你们的感情发展会是怎么样 7耶 OK 我觉得你会 你可能会有点觉得他是不是在骗你 因为他有一种种 他有一种好像要追你 又好像没有要追你的感觉 就像我说的 他在考虑他自己要不要追求你 所以他会很 有时候对你有那种意思 然后有时候又让你觉得没有那种意思 那其实就是他自己心里不定 他不知道到底要不要追求你 要不要开始这段感情 好 而且他开始的感情还是压力很大的 OK 这边有保健八耶 他压力很大 而且被喘不过气的那种 所以你要跟他开始 哇这个人一定要想很清楚耶 好 圣杯三 所以我觉得呢 他跟你在一起之前 他一定会问过他的兄弟 或者他的姐妹 就说 哎 你觉得我要不要跟这个人啊 因为他感觉 那我很有feeling 可是我 我觉得谈恋爱有点累 我不知道到底要不要进入这段关系 他会这样去问他朋友 或者是 对啊就是有一些些 疑论点 他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处理啦 所以他问他朋友 所以在他问清楚之前 在他搞清楚他的状态之前 他不会有任何行动 或者是不会有任何实质的跟你接触 或实质的跟你有确认的一个关系 可是他真的很想要向你走来啦 恶魔牌 他真的很喜欢耶 他就觉得有一种致命的吸引力 对啊 所以他不知道该怎么下一步 这边也是的前臂漆 你看这个女生 趴在那边 不知道该怎么下一步 好我们接下来看 哎呦 这张牌倒逆 所以我觉得他 可能过一两个月 就会跟你想清楚了啦 就会想清楚 想清楚他要怎么走 想清楚他 要不要跟你交往这件事情 而且我觉得他很快耶 当他自己想清楚之后 他的行动是很快的 因为他是那个决定就决定好的人 因为他你知道吗 我刚刚就已经说了 他是一个很努力情分向上的一个小朋友 所以呢他一努力下来 就是直接冲了好不好 他喜欢你他就冲了 确定之后他就冲 OK 所以这个人有个人风向的星座 有可能 有可能是土向的星座 好土向 所以这边有风跟土了喔 好 那这个人呢 想必你看这边用钱比一 所以他真的很爱赚钱耶 真的是一个工作狂 所以他因为他是土向清楚 很固执很稳定 所以他在进入一段关系之前 一定会确定每一段 关系确定每一个角落 确定每一个 你跟他的条件是符合的 他才会跳进来跟你谈恋爱 OK所以他会想很清楚 对 好他已经决定好了喔 他决定好他要往前还是往退步走 所以我们抽到死神反逆牌 这就是在说你们 他决定好向你走来了 OK 所以他 我这边是在讲他的这个过程啊 他的自己内心的一个过程 他要会怎么样跟你交往的过程 所以在过程当中 你可能会觉得他有一种 似有若无 好像跟你有机会 又好像不跟你有机会 那种感觉 那他其实就是在问他的朋友 然后或者是他在自己内心在挣扎 那最后呢他挣扎不过 还是会向你走来 OK 好 圣杯是虫 真的他会向你走来 只是呢 他会比较慢一点点 呵 比较慢啊 Oh yeah 最后一张牌练人牌 向你走来 OK 非常向你走来 所以呢 有这张牌不用担心 你们一定会在一起 好 只是这个人要想清楚 才会投到你身边 OK 好所以呢 选到牌组二的人 我让你们总结一下 这个人喔 他有点点工作狂 而且 他跟你进入一段关系 他会想很多 想很多 可能他会想到很多内容 然后跟你有没有机会在一起这样 所以这个人有可能是风向 有可能是图像星座的人 那这边 有一张水向 可是水向应该是比较少的人 比较少的人是水向 大多是图像跟风向 好我们来看一下 reconnection 所以这个人应该是你以前就认识的喔 这个应该是你认识的 不是新的人 好 let go of control issue 就是在讲他 他就自己把他自己的那个 control issue给解决 就可以来向你投来 你知道吗 所以他自己有点控制 控制病控制狂 工作也是 好 好 那大概选到二排座的人 非常感谢这次聆听 然后呢 如果你也有想要个资 现在免费 只是要到1月31 那你可以到我IG上面去搜寻 然后还没订阅的话 帮我订阅我的频道喔 跟追踪我的IG 好 谢谢你们 接下来我要换牌组3 好 选到牌组3的人 下一个对象会是怎么样 哎呦 圣杯3 我觉得是 你跟他可能是在一个活动 或者是一个专案里面 就是 认识的 有可能是你的同事 工作的同事 或者是 你的朋友 或者是你之前就认识过的人 然后跟他合作过 OK 好 这个我们先不解 先不解这张牌到底什么意思 好 我必须要说 他想要跟你有一个进展 有一个交往的话 他会跨过很多坎 因为你们可能 有可能是你们常常吵架 那有可能是他自己内心的一个不平衡 他不知道要不要去开始一段关系 OK 他可能之前有伤害过 被伤害过 感情有被伤害过 真的 The Tower 所以他之前真的可能感情有 被分手 还是被怎么样的 然后让他有一段很 很痛苦的回忆 让他不会那么轻易的 跳进去一段感情里面 所以他跳进一段感情里面 一定也是会想很久 那这边的话 我觉得 这边火元素比较多 所以有可能这个人是火象星座的 OK 火象星座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你们 选到牌组3的人 你们会遇到这个对象是怎么样的呢 会有什么发展空间 那麻烦把你的意念传到我的选牌上面 好 然后呢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选到牌组3的人 你们会怎么发展 你们会有什么样的发展阶段 好 那如果说你要各瞻的话呢 现在是到1月31号之后咯 然后还没订位的频道 赶快订阅 或者是追踪我的IG 我们时不时会发一个塔罗的资讯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吧 选到牌组3的人 你们会怎么发展 感情会怎么发展 选到牌组3的人 你们感情会怎么发展 选到牌组3的人 有什么样的一个 选到牌组3的人 感情会怎么发展 你如果真的等不下去 选到牌组3的人 选到牌组3的人 感情会怎么发展 你如果真的等不下去 你可以快转 好吗 快转 选到牌组3的人 好 我没有抽到recognition 这个人应该认识 好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感情会怎么发展 ok 对方停在要浅不浅要退不退 然后跟你有一种连结的关系 他就是喜欢你又不讲啊 他真的可能会向你走来耶 我们这边 而且他这个人应该是 有点花花公子那种feel 你可能会觉得他怎么 好像喜欢年花乐草啊 就是 你知道吗 人缘比较好 对啊 你会觉得他好像身边有很多选择 然后他也 其实在选择要不要跟你交往啦 你会觉得他还蛮有人气的 又一个火象耶 所以这个人有可能是火象星座的人 所以他只要他决定了 就会向你走来啊 应该是这样 就是大部分都是这种人 可是他 我又抽到这一张 我就真的觉得他女祭司 我就真的觉得他很像这个女祭司 他应该之前在感情上有受过一些磨难或责难 导致他没有办法很轻易的进入一段感情 OK 又是权杖 哇今天太多权杖了吧 这个人要嘛就是火象 要嘛你是火象 然后他想要追你 然后你一直不给追 或者是你比较 嗯 霸道一点点 有点大小姐的那种感觉 欸真的啦你看皇后牌 他觉得你很有吸引力 然后很想要追你 很想要有你 很想要有你在他的生命当中 可是他一想到之前那段关系 就让他有点却步 就让他有点却步 不敢往前 对啊你看这边都好多不敢往前的牌 所以他有可能有时候会不再继续努力了啊 或是跟你有一个停滞的状态 欸我觉得选到这一副牌的人啊 你们想要跟这个人 这个跟你们下一个交往的这个对象 他会跟你有比较多的挑战会度过 因为我这边看到很多都还没有决定 或者是他还在自己的情绪当中的牌 所以他要跟你交往可能要有一段时间 可能对方要从他自己的状态当中走出来 才有可能会接受你 然后你们才有可能会交往才会成功 那不然在那之前会很难 好所以你们应该是之前都认识了 那你应该也知道这个人的脾气怎么样 这个人脾气就比较火一点点 所以他会比较想到什么就做什么 所以他会跟你交往的时间不一定 因为他今天想的时候他就会跟你交往 但他今天不想就是不会想要跟你交往 所以他这个人你可能要等他一阵子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 对啊又是Legos control issue 这个人真的是麻烦很多 而且一定是你以前认识的好不好 reconnection 那this could be the one 所以这个人对啊 他就是你的那个对象 那个最对的那个人 所以你会觉得跟他有在一起 哇很好啊很亲密啊 跟他讲什么事情他都懂这样 好所以总是选到牌组3的人 我觉得这个对象很大可能是火象星座 或者你是火象 那我觉得他会经历很多事情 他应该之前感情上面有什么样的一个 很糟的经验 让他没有办法那么快跟你往前 那么快跟你交往 所以你们在交往之前呢 可能会先有一场磨难或者是磨合 ok 好那大概就选到3的人啊 那如果你喜欢他帮我订阅我频道 会追踪我IG 然后呢如果想要个占 现在1月31号之后咯 好 那我现在进入牌组4 在选到牌组4的人呢 你们下个对象会怎么样 钱币3 ok这个人跟你一定认识 只是你们可能还在朋友阶段很基础 然后甚至你不会觉得这个人会跟你交往 对 对 而且这个人呢 他也应该刚从一段感情走出来 哇靠 怎么跟牌组3那么像 星星牌 好 这个人有可能是水瓶座 我只能说有可能 可是我只能说他 他会觉得你是他的一个希望 可能说你们在一场活动当中认识 然后你很屌 你很 你就是一直帮助大家做很多建议啊 或者是你是一个很厉害的人 然后他觉得 哎呦你好厉害喔 好想要跟你当朋友那种感觉 嗯对啊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这个人呢 好两把两个宝剑 所以这个人有可能是风向星座的人 风向星座的 风向星座或者是 对啊就水瓶 ok是水瓶的机率有点大 然后这个人他真的是还蛮 怎么讲 因为这边是倒立的 暴力的风向 所以这个人他可能 现在状态不是很好 他可能会觉得他都想要依赖别人 或者是想要不去思考 就是一直帮 就给别人 就是请别人帮助他这样 所以我觉得他现在的状况呢 可能会 因为他自己现在状况不佳 所以会很喜欢那种 很厉害的人来帮助他 所以你们有可能就是因为这样遇见的 就是他觉得你很厉害 然后开始崇拜你崇敬你这样 好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水瓶对这个人 我想你们的能力也很屌吧 就是比较像是那种大家的救星之类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来帮我把你的意念传到这个选牌 戏牌里面 然后呢想一下这个人 他会跟你怎么样的一个发展呢 然后他是什么样子的人 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经过 什么样的一个个性 那如果说还没订阅 你们要赶快订阅 然后如果你还想要个瞻的话 现在是1月31号之后了 你可以透过信箱或IG追踪我 然后来跟我联络时间 好不好 我到开学之前都还有一些些名额 还有一些名额 好我们来看一下 选到牌组4的人 你跟这个人 选到牌组4的人 你跟这个人 会有一段怎么样的交往空间呢 怎么样的一个对象 你们会怎么样交往 他是什么样够细的 好多 天哪 太多了吧 哇 牌组4的人是我抽到最多牌的 好 好嘞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张 又有一张恶魔 天哪 你真的是他们的救星 他真的很崇拜你 很尊敬你 而且他觉得跟你在一起 哇什么事情都能解决 因为你很屌啊 你都可以带领他解决很多事情啊 你都可以带领他解决很多事情啊 然后跟你在一起不用 顾虑太多啊 反正你都会帮他做的 文文贴贴脱脱当当的 然后你有可能水象星座的女生 OK 有可能水象星座 或者他是水象星座 这边都不一定 那 我觉得你会开始有点困惑 要不要跟这个人交往 因为你会觉得好像都是你在帮他 他都没有喜欢你的那种感觉 可是他对你的喜欢是崇拜崇敬 然后喜爱的那种feel 所以你会比较有点困惑 你在跟他交往交际的时候 会比较觉得很奇怪 会比较奇怪的是你们 你好像会觉得 你们没有恋人的感觉 虽然说这边是一张恋人牌 可是是盗版的 你会觉得你们好像 没有谈恋爱的那种感觉 比较像是他崇拜你 然后你是他姐姐或哥哥的那种feel 对啊 又一张太阳牌 可是也是盗版的 所以我觉得你会觉得 这段关系到底 这段关系到底能不能谈成功 你会有点怀疑 对啊 然后 你会有点怀疑 所以你会一直到处去试探他的个性 去试探他到底是不是喜欢你 到底是不是只是把你当做一个工具人而已 又一张3 这边也是3 所以你们真的啦 你们要嘛就是在一场活动相见 要嘛就是在一个比赛当中遇到 对 然后你们应该还没有到很深入的交往 或者是很深入的了解彼此 好 又一张风向 OK 这一个人就一定可能真的风向 然后他会比较 比较需要人家帮忙啦 因为他不太知道自己的用处是什么 他觉得 我真的觉得他有点 他觉得有点米虫 但我觉得他有点像米虫 就是都等着别人来帮他 好等我一下 所以我觉得你可能会觉得他 为什么都很烂 你知道吗 你可能会觉得他很烂 怎么都一直在 一直在要求你 然后你变他的工具人 所以你可能会开始想要脱离这种关系 你觉得为什么他不能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把自己的事情搞定 为什么一定要帮你啊 这种感觉 所以当你有这种感觉的时候 我觉得很快的这个人就会成长 我觉得他有点像是故意 故意对你示弱 然后故意让你觉得他很弱 然后故意让你觉得 他是什么事情都做不好 这样他才会有机会来问你 有机会来跟你接触 有机会来跟你做下一步 OK 好 好 所以在战争之前呢 你可能会觉得这个人怎么什么事情都做不好 都要我帮你 然后 他就是故意的啊 他故意要找你啊 然后让你感到困惑啊 又一张舞 他故意要让你感到困惑 然后让你一直想他 那你觉得为什么他只会找你这样 所以你会觉得 哦好烦哦好累哦 你可不可以滚啊 这样死神牌 你会觉得他怎么这样 你为什么就很弱 你可不可以自己做好自己的事情啊 你会有这种感觉 然后可是呢 死神牌通常代表一个重新开始的牌 所以你们的关系就会重新倒转 可能他本来也会一直找你嘛 变成他不会找你了 变成是你要帮他 或者是变成他要帮你 就是突然角色互换 其实他之前都 之前觉得 之前在你表现的那之后 之前他都会觉得他很做 然后需要你的帮助 那之后他可能会觉得说 他要改变更强 然后变得可以保护你 其实他对你示弱是他故意的 OK 这样你才会常常找你 然后问你一些问题 好你有可能是土象星座的人 OK 所以就是因为你是土象星座的人 所以你很稳固啊 你很聪明啊 你很知道事情要怎么解决啊 所以他都会只会找你啊 对啊又一张圣杯3 所以他真的把你当做老师欸 OK 找一件事 停止休息 所以你们的关系可能就会突然 突然从他一直找你 然后他是你的小粉丝 或者是你是他的老师 一直要 一直要帮他做一些善后擦屁股的动作 然后突然的 这个人就变得很厉害 然后变得不再 不再会那么的弱 然后反而 反而你会觉得他有什么 他怎么好像一瞬间长大了 那不用怀疑 他就是 准备要追求你 准备要喜欢你 准备要跟你探一场恋爱 因为他会故意装弱 是因为这样你才可以引起你的注意力 这样你才会觉得他在你的心中有一个一席之地 他才可以跟你有交往的可能性 不然你很难注意到他 OK 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关系是怎样 相信 相信 你相信他 他不是只帮你当工具人 他不是只帮你工具人 他真的是很喜欢你 觉得你很厉害 所以他才会接近你 romance feeling stay optimistic 所以你就是保持乐观 你不要想说他都把你当工具人 没有没有没有 他真的是故意在撞落的 chemistry 所以你们彼此有一种吸引力 所以你自己应该也知道这个人是谁 好 那大概就是以上是牌组4的人 所以这个人有可能是风向 水瓶座也有可能 然后你是水象星座的女生 或者你是土象星座的女生 OK 好 那大概就是这样 谢谢选到牌组4的人 那你如果想要各站现在 可以到IG问 可是要1月31号之后了 那如果还没订阅我的频道 赶快订阅 谢谢你们这次的观看哦 好不好 好 那大概就是今天的占谱 终于到一个段落了 然后如果你想要有什么 下一次的占谱资讯 你想要测什么 大众占谱 帮我留个言 那我知道 好吧 那今天谢谢你们咯 我们下次见 拜拜